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探討的是在這次武漢肺炎疫情當中 中共最擔心的、最不想讓外界知道的是哪些信息 不是這次肺炎引起了多少人生病、多少人死亡 現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每天都公布一個最新的疫情通報 公布這些數據,但是他們也知道這些數據外界都不相信 武漢人不相信、全國人民不相信、國際社會也不相信 因為大家根據網上流露出來的那些視頻、音頻、文字 就知道簡單的一推算就知道真實的生病的人數、死亡的人數 那要比他們公布的那個數字要高很多 可能高出10倍,也有可能高出20倍,也有可能更高 在這方面他們不擔心,因為他們可以把責任推到病毒的身上 這個病毒太厲害了,傳染性太強了,我們沒辦法控制 所以死了這麼多人 沒辦法,這是天災 那他們也不太擔心,關於誰應當為這次疫情負責 因為最後他們總能找出一些替罪羊來 我相信現在黨內已經開始在準備一場大清洗 要抓出一些各地的,尤其是湖北地區的這些官員 把他們作為替罪羊 就是他們延誤了疫情,跟中央沒關係 這點他們應當做得到,至少是在國內他們做得到 他們在國內啟動他們的這個宣傳攻勢 就把那些人說成是這一次疫情擴大的罪魁禍首 這點他做得到,所以說他們不太擔心 那麼他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這個病毒的起源問題 現在外界有很多的懷疑說這個病毒 就是中共製造出來的生物戰劑 就是由武漢的P4病毒實驗室 人工合成出來的這種病毒 不僅僅是老百姓在這麼說 不僅僅是媒體在這麼往這個方向猜測 而且現在美國也在往這個方向在調查了 好,前幾天川普就下令了要美國國家學院 集中一批科學家來調查這個病毒的起源 說這個起源問題現在已經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的關注 這就是說明美國現在已經開始動手了 所以中共在這方面那是非常的緊張 那他們會採取一些策略,採取一些措施,哪些措施呢? 第一個措施就是要徹底的控制武漢P4病毒實驗室裡面的那些人員 現在有很多人說奇怪了,武漢死了這麼多的人 病了這麼多的人,這個P4病毒實驗室裡面 一共有1000多個員工,但是好像到現在為止沒有公佈一個 說裡面的人生病的或者是死亡的,這是非常不正常的 怎麼回事呢?不是因為它裡面沒有人生病,沒有人死亡 而是因為這一千多人已經被完全控制了 已經完全被軍方控制了 所有的人他們的行蹤,他們的信息 那都是對外界絕對保密的,那是最高級的國家機密 那前幾天他也已經派了一個軍方的一個少將是專門負責 這個深化戰爭的少將叫陳薇 到了武漢的這個P4實驗室去接管了這個實驗室 所以說那個實驗室裡面現在任何信息都透露不出來 如果透露出來的,那就是中共官方故意透露出來的 這是第一個策略,第一個辦法 第二個辦法就是拒絕任何外國人的介入 像以前發生汶川大地震的時候 還有上一次沙士期間,中共都接受了一些國際上的援助 那這一次美國在一個多月之前就要求對中國提供幫助 但是中共到現在為止還在拒絕,為什麼呢? 他們知道美國一幫助就要派出一大批的 這些病毒專家、這些科學家過來順便的就要來調查 而且甚至是CIA也會派人過來 那麼這麼一調查來調查去,最後就找出了一些線索 找出了一些蛛絲馬跡 最後就可能發現這個真相 所以到現在為止他們還拒絕美國的援助 這個援助他們不會接受,現在不會接受 將來可能有一天會接受,那是等到他們自己認為 把所有的漏洞都給堵住了,讓美國根本查不出來 這個P4實驗室,武漢的P4實驗室跟這一次病毒有關 所以說他們一定要等到他們確信了 所有的這些漏洞都已經被堵住了 那個時候才會讓美國人進來,才會讓其他國家的人進來 那等到那些國際社會的人員進來的時候 他們也基本上沒有辦法能夠找出確確的證據 說這個病毒就是武漢P4實驗室製造出來的 那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國際社會可能會通過這些科學的手段 了解到這一次病毒不可能是自然界變異產生的 而一定是人工合成的 但是即使是他們能夠確診這一點,中共還是有推脫支持 他們說這個病毒是人工合成的,但是不一定 就是我們合成的,絕對不是我們合成的 不是武漢P4實驗室合成的,這可能是其他的國家搞的 可能是中國的對手搞的,可能是台灣搞的 又可能是美國搞的,所以說在國際社會上面 他們還可以推脫責任 但是他們也知道,如果是這個懷疑太強了 國內的老百姓對這個病毒來源的懷疑太強了 懷疑就是他們自己做的 那對這個政權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利 國際社會如果是懷疑太強了 也會對他們非常不利 國內的老百姓懷疑太強了 那麼民心就會一邊倒的就會反共 而民意一邊倒也會影響到中共黨內的那些政治派系的動向 也會影響到中共軍隊的軍心 一旦黨內的開始有異動了 一旦軍隊開始動搖了 那麼這個政權也就不穩固了 如果是國際社會懷疑太強了 那麼也對他們不利 那就是美國和其他的歐洲國家還有日本 那就會一致團結起來對中共發起全面的圍攻 那就不僅僅是貿易戰的問題了 那是全面的外交圍堵 那甚至是有可能發起軍事上的這種圍攻 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說他們也不願意把這個懷疑的這種氣氛搞得太濃 那他會採取什麼樣的辦法讓國內的老百姓不懷疑呢? 讓國際社會不懷疑呢? 國內相對的簡單一點 因為在國內他們有龐大的宣傳系統 有龐大的維穩系統 宣傳系統就完全是被他們所掌握的 他們可以啟動這些系統來釋放各種各樣的消息 來為他們自己來辯解、來推託、來誤導民眾 國內的互聯網也基本上是被他們控制的 實在是控制不住的時候大家就拼命的刪帖 大家就把幾個頻道、幾個平台全部的關閉 那麼國內老百姓也發不出聲音來 發不出聲音來大家只能憋在心裡面想 得不到外界的共鳴 所以老百姓對自己的懷疑也就不是那麼確信了 那在海外就有一點困難 過去幾十年中共在海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大外宣系統 但是這個大外宣系統過去這幾年受到了很大的損失 第一個是因為中共的內鬥造成了一大部分的大外宣系統 已經癱瘓了 那還有一個就是整個的這個輿論的傳播的渠道變了 過去他們搞大外宣系統主要是集中在搞那些電台、電視台 還有報紙這些傳統的媒體 但是自從這個自媒體興起了之後 傳統的媒體是日漸示威 他們的影響力是越來越小 現在基本上就沒有人去看報紙了 也沒有幾個人在電視上面去尋找這些關於時事新聞的 關於這些熱點消息的這樣的一些信息了 大家都是在自媒體上面尋找這些信息 所以說自媒體現在占到了主導地位 而這個自媒體現在在海外的自媒體當中 時事評論當中現在中共是完全處於弱勢 那海外的自媒體除了港台的之外 港台那兩個地方中共是很難完全控制的 那除港台之外海外自媒體裡面有幾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法輪功系統的這個自媒體 那他們的宣傳能力是非常的強大 比如說像文昭、江峰這些自媒體的這些博主 那都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這一部分人他們是控制不了 那麼另外的還有一部分就是海外民運 這部分自媒體他們也控制不了 因為這些自媒體的博主像陳破空、像吳建民還有我 這都是幾十年一直在反共的,大半輩子都在反共 現在你們想突然控制,那是控制不了的,門都沒有 那他們能夠下手的、能夠運用起來的 就是一些所謂的獨立的自媒體博主 用這些自媒體博主來為他們講話 那是非常有效用的 而且有一些海外的自媒體博主 有在這個輿論圈裡面的影響也是不小的 而且這一次武漢肺炎疫情期間 他們的影響力是急劇的上漲 因為經常有一些所謂的內幕的消息 一公佈出來就會吸引很多的眼球 而且這些海外的自媒體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最近這個武漢肺炎疫情爆發了之後 國內很多人翻牆出來 一翻牆出來當然就是看那些影響力比較大的那些自媒體了 而那些自媒體他們又表現出的 是一種是客觀公正的這樣的立場 他們絕對不會說是一天到晚為中共說好話的 如果你是一直為中共說好話的 那大家就把你當成小粉紅了、當成自干舞了 那也就沒有人來看了 所以說這些自媒體為中共說話的自媒體 他們有一個特點就是小罵大幫忙 在普通的這些事件上面天天說中共不好 天天提出這個質疑、那個批評 但是在一些關鍵的問題上面 比如說像這次肺炎病毒的起源上面 他們就要為中共說話了 這是中共在海外操縱大外宣的一個慣用的手法 這個手法在自媒體上面也運用出來了 好,現在我給大家點名一個海外的為中共說話的自媒體 就是STONE G 這個STONE就是英文的石頭的意思 然後G是中文的記者的G 這個頻道大家記住了 現在是在為中共說話 就在今天他已經做了一期視頻 說他得到了一些信息、得到了一些內部的消息 說這一次的這個病毒的起源 絕對不是來自於武漢的P4病毒實驗室 而是有其他的渠道 他沒有公佈其他的渠道 他說24小時 他給他24小時的時間 讓中共找人來跟他確認 然後他才有下一步的舉動 但是僅僅就這一個視頻已經就在說明 已經就在為中共洗地說這個病毒 不是武漢P4實驗室製造出來的 而是由其他的渠道來的 而是由其他的起源 這個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強 你不能不承認現在海外的自媒體裡面 確實是有一些人是非常聰明的 也有一些人也確實是沒有底線的 我相信這個STONE G 他不是唯一的一個今後還會陸續的有人出來 那我現在不能夠完全確定這個STONE G 和中共之間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是中共早就培養的呢 還是他把自己的自媒體頻道做起來之後 中共再來找他再來跟他講交易 這個不確定 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的 就是他現在在為中共洗地 在為中共說話 所以說國內的這些翻牆出來的網友 大家出來是尋找真相的 大家出來一定要多看 我不是要大家不去看他的自媒體 但是大家一定要多看 看了他的也要看其他各家的這些媒體 尤其是要看一看法輪功系統的 和民運系統的這些自媒體 多看了之後大家監聽則明 最後才能得到自己真正的想要的信息 最後才能做出一個比較接近於真相的一個判斷 好,那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我們下次再見